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透社援引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的话报道说 塔利班方面精心挑选了两名成员 假意代表塔利班和拉巴尼展开谈判 两个人多次和拉巴尼接触 在逐渐取得了拉巴尼的信任之后实施了这次袭击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还将会采取类似的手法 对其他政治人物展开袭击 塔利班的说法得到了喀布尔警方的证实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 当时两名塔利班声称有重要信息要转告拉巴尼 拉巴尼认为他们是使者 从塔利班方面带来特别的讯息 因此没有对这两个人进行任何安全检查 然而其中一人在和拉巴尼拥抱的时候 引爆了藏在头巾里的炸弹 拉巴尼和四名保镖当场身亡 另外还有四人受伤 其中包括拉巴尼的助手 同时也是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高级顾问 马苏姆·斯塔尼克·扎伊 事件发生之后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卡尔扎伊 对前总统遇难表示哀悼 并且立即中断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国 他在回国前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 卡尔扎伊在会晤前说 拉巴尼的殉职不会阻止阿富汗人寻求和平的决心 奥巴马对爆炸事件表示谴责 并且表示这一事件不会阻止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帕内塔当天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对这次袭击十分关切 但认为近期阿富汗发生的一系列刺杀 都没有出乎美方预料 帕内塔说 他与诸阿美军司令约翰·艾伦沟沟通过 艾伦认为 美方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取得了进展 今年夏季预计的塔利班大规模攻势并未出现 这也是塔利班为何转而发动刺杀袭击的原因 帕内塔认为 美方在阿富汗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拉巴尼遇刺不会改变美军战略 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的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马伦说 近期的刺杀袭击说明塔利班正在调整其策略 但美军当前并不需要调整战略 根据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撤军计划 美军将在今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离1万名士兵 明年夏季结束前总共撤离3.3万人 美军将在2014年底前向阿富汗方面移交安全职责 当地时间21号 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人员继续对卡扎菲支持者 占据的三座城市塞布哈拜尼沃里德苏尔特发动攻势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执政当局武装今天继续向塞布哈的核心地区进发 而途中仅遭遇到了零星的抵抗 目前当局武装已经进入到了塞布哈市中心 并且占据了除曼西耶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在战事胶着的拜尼沃里德市 当局武装今天调集坦克等重型武器 并且计划联合已经渗入到当地的武装人员 在未来几天对拜城发动进攻 此外当局武装继续对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进行围困 并于20号成功地将战线推进到了距离苏尔特东大门仅1.5公里处 尽管利比亚战事尚未完全结束 但是利比亚执政当局国家过渡委员会 执委会主席贾布里勒20号表示 将在未来7到10天内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当地时间20号下午 野门反对派与政府安全部队达成停火协议 结束双方持续数日的交火冲突 首都萨纳终于恢复了相对的瓶颈 但是有当地的民众反应 萨纳仍然有少部分地区出现零星的枪战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当天早期时候 支持示威者的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 在萨纳南部发生的交火造成至少23人死亡 另外包括塔伊兹省阿比扬省在内 野门其他一些地区当天依然是冲突不断 截至目前野门连日来的武装冲突 已经造成了至少72人死亡 超过750人受伤 美联社报道称 尽管20号 野门副总统哈迪在与多方斡选后 促成冲突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但政府军安全部队仍在示威活动活跃的 萨纳南部地区加强军力 野门爆发危机已经进入到第7个月份 但眼下冲突双方在谁将领导野门的问题上 依然分歧严重 尽管总统萨利赫授权副总统哈迪 与反对派进行谈判 但萨利赫提出的保证弃儿子 在下届政府内担任要职的条件 显然与反政府示威者 要求萨利赫及其亲属立即下台的诉求相违背 从目前来看 冲突双方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就此达成妥协 以和平方式解决野门危机的前景暗淡 这使得双方爆发新一轮交火 野门由此进入内战状态 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 野门是一个部落派别和地区分裂严重的国家 近期局势的持续动荡 使得一些不安因素逐渐抬头 据野门安全部门透露 一支有着相当作战能力的武装部队 自六个月前加入反对派阵营后 便一直忙于对反对派人员进行作战训练 目前在萨纳地区 已经有大约两万名反对派战斗人员 加之近期示威者攻入萨纳一处军营 获得一批武器装备 野门未来的武装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 当天下午洛克在东京以西200公里的 宾松市附近登陆 风速高达160公里每小时 日本气象厅预测 强台风洛克正以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 往东北方向北上将纵贯日本列岛 洛克给日本大范围地区都带去了 强降雨和大风天气 恶劣天气导致当天日本450多架航班取消 山形新干线等多条铁路停运 高速公路被迫关闭 气象厅呼吁各地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戒 防范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等自然灾害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 约140万人收到了政府发出的避难指示 或避难劝告 仅在民谷乌市就有88万居民 一度被要求紧急疏散 以防一条主要河流溃滴 不过这条河流目前水位有所回落 政府取消了疏散令 在311大地震中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也在洛克的移动路径上 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核电站的冷却系统不会受到台风影响 目前东电已经暂停了核电站附近的施工 东电将尽全力防止放射性污水 和其他有害物质泄漏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是老生常谈 过去20个月曾数次升温 后经多方援助虽都化险为一意 但仍留下巨大的窟窿 若不是依靠救助 以其政府的信用能力 根本无法在金融市场上融到资金 今年7月21号 欧盟首脑峰会虽然就对希腊第二轮救助达成协议 但其前提条件是 希腊要实施一系列非常严苛的紧缩措施 然而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国内民众的激烈反对 特别是在经济低迷 失业率高企的今天 进一步裁剪工作 对希腊民众无疑是雪上加霜 希腊政府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 主权债务危机虽然爆发在希腊 但其影响却已经蔓延至欧洲金融体系 甚至更远 由于欧洲银行业 特别是法国 德国银行 大量持有希腊国债 一旦希腊发生债务违约 将产生系统性风险 虽然希腊债务危机 似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现在就说希腊会违约或破产 甚至引发类似雷曼兄弟这样的连锁反应 仍为时尚早 经济学家认为 救助希腊的代价 要远小于放任希腊债务违约 甚至脱离欧元区的代价 而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 即使出现违约 只要处理得当 其影响也不会和雷曼事件同日而遇 不过金融市场向来是 各方利益博弈最激烈的场所 过去几个月 金融市场上各种变化 使人们不得不相信 欧债危机的走向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对于希腊危机的前景 应做好两手准备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